在朝鲜的每一天 我都会被一些东西感动着 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 在放纵地奔流着 我想把这里的一切 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 那就是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我们的战士 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 有一支支援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 切断军与领敌人的逃路 当他们赶到输塘战时 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 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 这支部队的先头边 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 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 阻住敌人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 敌人为了逃命 用了三十二架飞机 十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 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 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可是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 高喊着口号 一次又一次 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 敌人的死尸 像古堆似的在山前堆满了 邪也把这山岗留红了 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 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 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 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 把他们压到山脚 飞机制下的汽油弹 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 但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 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 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 把敌人抱住 让身上的火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战口 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 又抱住敌人头的 又抱住敌人腰的 又掐住敌人脖子 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 和敌人倒在一起 烧在一起 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 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 更重要的 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 举尖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 一次最壮烈的战斗 松鼓风战斗 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 让我把带火铺敌 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 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 王金传 行御堂 王文英 雄关权 王金侯 赵兮杰 随金山 李玉安 丁振带 张贵生 崔玉亮 李树国 朋友 听到这段英雄事迹 你难道不以我们的祖国 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的狠 而对朝鲜人民是那样的爱 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朋友们 用不着繁琐的举例 你已经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 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 他们的胸怀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 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第一流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坐上早晨第一辆电车 走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上篱垃 走向田野的时候 当你喝完一杯豆浆 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 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 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会很惊讶地看我 这是很平常的呀 可是 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在幸福之中 请你意识到 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更深刻了解 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朋友 你已经知道 爱我们的祖国 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请再深深的 深深的 深深的 爱我们的战士吧 因为他们 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我们的战士在朝鲜 感谢观看